各位你們好,我是阿蘇,Johnny蘇 今天要拆手機了 原因就是電池鼓包 不過這些是自然老化 首先當然要準備好所有要應用到的工具 要用到的工具其實不是很多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螺絲批 要拆手機 最好螺絲批是具備不同大小的螺絲頭 可以方便拆解不同大小的螺絲 其次有一張磁石墊是用來放螺絲的 拆解好之後我會把所有配件平鋪在桌面上 方便自己待會組裝回去 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拆解之後的手機內部 當然還需要一些可以打開手機面板的工具 現在我就開始把新的螺絲安裝上去機上 安裝電池其實不難 最主要是拆機的時候一定要記好位置 基本上每部機的電池 出廠的時候都會用雙面膠貼 把電池貼在底蓋上 所以拆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千萬不要用金屬工具來拆 例如用戒刀或者尖嘴鉗來挑起電池 最好是輕微加熱之後用塑膠棒慢慢挑起 因為電池已經鼓包 如果拆的時候我們將它刺穿 電池有可能會即時爆炸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如果動手能力不強的 最好就交給專業人士來處理 電池的位置已經安裝好了 電池的位置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我將上蓋部分安裝回去 拆機的時候最好記錄好螺絲的安裝位置 安裝的時候可以安裝回原位 現在我就準備將電池的背板安裝上去 最後就是將無線充電無塊安裝好 之後將下面蓋板安裝回去 基本上就整個過程已經完成了 完成好之後 先不要將背板安裝 因為我會先打開機一下 看看通電有沒有問題 正不正常 機器已經可以通電了 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開機之後 我會測試一下觸控屏幕 和其他功能正不正常 會不會安裝的時候 有些安裝不到位置 當然也要測試一下充電正不正常 當測試一制正常之後 最後的步驟 就是將背蓋安裝上去 安裝的時候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用雙面膠 第二種是用膠水 而我採用的就是用膠水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膠水的流動性比較大 貼合度會比較高 但是當然 用膠水的話 我們需要等它乾燥的時間 到這裏 更換電池 就已經完成了 最後我重新開機 和將電話卡安裝回去機上 如果你們對更換電池有什麼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討論一下 今天的視頻就拍攝到這裏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 關注 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 大家